因為我們這種紫的關係 所以我加上這麼多的顏色 我再加一點黑 在筆尖上面沾一點點 有時候會太黑 我實在受太不了 然後我們這可以看得到 你這個一點點已經好黑了 受不了 太黑了 OK 那我先畫這一個葉子 因為我預算是這一朵花在這裡 我們的一朵這個葉子在這邊 再另外一朵花在這邊 我在這樣子想 這樣子夠想 這個花都是圓的 那這個葉子呢 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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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都是 這中間大半一點 就用兩筆 這邊呢再一筆 就變成一個葉子了 然後畫完 我怕這個水分 等一下乾掉 所以我必須要趁它沒乾之前 先把這個 花幾年因為眼睛不好也沒辦法 因為它洗了 我們畫這個葉子的時候 最好是要快 再一筆下來 要廣塊 要廣塊 畫過來 老了沒辦法 手會抖 好 OK 這一筆葉了 然後再 oh sorry 沒事 又重新了 調色 這個顏色 不過黑 兩半 兩個中間大一點 再一半 在這邊 再一半 在這邊 這邊再拿一個葉子 相同的是調色的問題 調色你可以再看 看你的顏色調得夠不夠 這邊 因為它這一半 我就在這邊再畫一個 在這邊 這一半呢 是往上面的 我們 目前現在還 暫時的 補 這個筆 這個筆 我要變成 因為你要往上 你必須要 要用這種筆 假如你用這個樣子畫 就畫不出來 對不對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就產生了問題 老了沒辦法 因為手會抖 OK 我們這個花呢 這邊暫時是 就是要這朵花 我要畫在這個地方 嗯 包圍住 因為在上面有葉子了 花的顏色 因為我現在是要用黑的 黑的 要加上什麼顏色呢 最後要紅色 誰要紅色的 因為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調呢 因為黑跟這個顏色呢 比較接近 假如你很不接近的 你可以用這個顏色 對 我不想讓它顏色太 太 酸 對 因為這個是 胭脂嗎 胭脂 因為這個黑跟它 兩個都是很深的顏色 那麼我們又重新的調色了 重新的調色 你要用這個紅的打底 紅色的打底 因為它這個花的方向 是往這邊下來的 這個 這個花的方向是這個樣下來的 那麼我現在這個樣子 因為這一半它要很突出的 要我的顏色不能夠太深 太深的話 它會 這一半的話 因為這個你畫花瓣的話 它的顏色是在這個樣子 前面是淺的話 你就要這樣子下瓶 或者是這個樣子下瓶 我要這樣子的話 我就要這樣子下瓶 這個前面就變黑了 我要這樣下瓶了 我這個黑的一定是在前面 對不對 這個是很黑了 OK 在這裡面呢 它是非常黑的 是的 因為有很多顏色 所以我這裡面呢 我一定要特別的黑 才能突出前面這個顏色 才能突出前面這個顏色 那這個顏色 你必須下瓶 要這個樣下 因為要寫的了 因為它花心在這裡 等一下你要弄很多 所以這邊要黑了 OK 現在很黑的顏色都差不多都有了 那麼我們畫別的地方的顏色 就要不能那麼黑 假如說是這邊一朵 這邊一朵 因為它的方向是這裡的 我們要繞著這個花心去上色 在這段下 用來看了 它是這裡的 在這間下 然後再給你一朵 再給我一朵 一朵 到這間下 你再給你一朵 那天 你再給你一朵 這個一朵 就等於這次 这个要圆的话就不够圆 有的时候牡丹你不能够画得非常之圆 牡丹它有的有凹凹凸凸的地方 要注意一点 所以有时候在画这个画的时候 你就看哪边东西南北 什么地方该加什么地方该那个 我画牡丹是画得非常之不好的 这太圆了 我们现在开始修补这一朵花了 修到这盖黑的地方 就要给它多加一点颜色 让它靠近一点 因为我们等一下假如要勾筋的话 你不怕它撞到什么颜色 OK我们大约是如此了 这一朵花我不能再给它放 那这边的叶子加一点 又重新烤色 放开了 这边的叶子 好方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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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